台北市長蔣萬安來到北一女 開心神情藏不住 先自己爆料 其實我期待已久 今天終於可以大大方方 走進北一女校園 因為過去 我都是在門口站崗 穿著卡旗服 那時候就在想哪一天 我可以這大大方方的 走進北一女校園 當然今天終於實現 哇蔣市長這麼說 不怕回家被妻子拷問嗎 我求生欲很強的 但那時候的確 因為學校也很近 那時候的確跟我建中的同學 我們有時候會來這邊門口 來站崗 年前最後一個上班日 蔣萬安到北一女前 先出席分局長交接典禮 其中這分局特別引發關注 前內胡分局長王秉瑞 選前被報特別禮遇陳時中 參加綠營飯局等等 現在被調到南港 外傳是遭平調暗將 都是正常的輪調 我們也都尊重中央的職權 去的慣例的話 內胡應該是要往市區調了 不應該是再往他的這個 臨近的分局去調 民底開始我們又開始有總統大選了 或者是立法委員選舉 看看現在警察還敢不敢再去選邊站吧 北市警察首度十四個分局長 三大隊長全換人 北市治安面臨新挑戰 不過前人留下來的挑戰 蔣萬安還是要面對 調查這一次會出現相關缺失的原因 提一個專案報告 情善社宅瑕疵多 被議員有數會 批是柯文哲版的大祕寶 蔣市長只說要先查 不直接把鍋率回前朝 TV新聞朱光鴻 劉宜君狀開於台北 怎麼到